大家晚安 我是台中文石婦姻組合的八旗人格魯克 那很高興大家都其實對台中這個地方很有興趣 因為我們其實對這個地方是既熟悉又陌生 卻講不出他這個東西來 然後沒有頭沒有尾的感覺 然後這個歷史片段斷斷續續了 那這位主講人是許樂如 他是台中文石挑戰賽的八旗人 那其實他是在 我剛認識其實不到一年 他是在綠川市集的時候突然出現 然後就在我的攤位參著我 然後問了一堆問題 那其實他原本對台中一點都不瞭解 然後之後他就問了一堆說 那怎麼去找這些資料啊什麼的 然後於是就出現在這裡然後講這個故事 那今天最後他會準備給我講真的 然後可以送給大家 我們自己設計的台中車站百年紀念的明信片 那後面是有綠空鐵道的貼紙 那綠空鐵道就是我們現在正在推的一個計畫 希望時候透過這個鐵道走線可以串連整個過去 整個日本時代的救世軍 把整個台中的文化資產整個過去歷史 就在這個地方做一個串連 那他包含了時間的串連 空間的串連 好那我們就請許淚如來跟我們講 這個十二層之一是怎麼來的 對好 大家好 我就如同格魯克所說 我就我是在 我跟格魯克的認識是在去年秋月的御船市集上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問了格魯克 就坐在那邊一整天 然後問了格魯克一大堆問題 那他是帶我進入台中文時的老師 所以我今天特別邀請他來當我的主持人 那這個故事 我對我成長的時候我覺得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就是我也多多少再逆一點點 關於歷史方面的書籍 在我還沒有進入這個議題之前 所以我就突然覺得 我會覺得說台中這剛剛怎麼來的 覺得很陌生 很不熟悉 這個問題到了當我有一次 我跟我的朋友去錄港玩的時候 他給我的感覺就更強烈了 我那個時候就問了我的同學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台中可以演過彰化 就我看到彰化是在清朝的時候 那個街是超級熱鬧的 然後就是有那個老照片長出來 有種半天天啊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有很華麗的廟宇 然後這都是告訴我說他曾經 這些厲害的廟宇其實是指出他曾經很煩悠的一個證據 可是台中是沒有這種厲害的這種廟宇 然後必須要縮到很窄的這種廟宇 那種因為太多的擁擠跟發達 沒有沒有這種擁擠 那為什麼台中他居然有可能 我們知道在現在的狀況 在現在的狀況 台中的總體的人口 他的整個的發達展的程度 是比彰化來的更強的 我就只是很表面的一些經濟的指標上來說 是這樣子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台中他在歷史的發展過當中 如果彰化曾經這麼強的話 依照那個邏輯就是大家會繼續往彰化 彰化應該會越來越強才對 台中沒有可能機會淹沒他 到底台中怎麼淹沒他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感回答是這個樣子 在清朝之前 韓話的確是比台中厲害 台中今天能夠發展起來 是日本人選定台中的結果 是選定的 在日本人還沒有來之前 台中這個地方其實是 沒有到基布拉什紐不神代 但他的確不是最正附近最熱鬧的地方 台中市的這整個 我們現在所熟悉的 舊台中市的這個範圍 舊台中市的這個範圍 它的發展起來的最愛的地方 就在這裡 不是好辦啦 就活動中市 在火車站那一帶 是台中市最早還是發展起來的地方 但這個地方其實不熱鬧 那他怎麼發展起來呢 如果我們回到簡易版的問題之後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問題的簡單答案的話 那麼就繼續會問更多的問題 好 那為什麼清朝的時候 台中發展不起來 章話如果發展起來 幹嘛章台中發展不起來呢 那為什麼要選定在台中發展呢 日本人為什麼要選定在發展呢 那如果了解歷史人就知道 這個故事叫做流民船 流民船劃定了 大家在讀歷史課本的時候 在國中歷史課本要讀到這一句話 就是流民船設定了 把台灣建神 本來新潮上管台灣最大的叫福建群府 福建群府本來是兩邊跑 既管福建也管台灣 後來流民船說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台灣太重要了 所以要把台灣這樣特別發展起來 所以我這邊要專門設一個台灣群府 所以台灣建神 這個歷史上的名稱叫做台灣建神 那流民船建成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被 就是流民船重新劃定分制 分成台北府 台灣府 跟台南府 然後原本的台灣府 是在台南 然後現在台灣府 然後台中 不知道會被人透過 好 Anyway 流民船選定這個地方 當作台灣的省城 當作當時台灣的首席 為什麼呢 台灣這個地方 在流民船那個時代 絕對不是台灣最厲害的地方 事實上後來也證明 流民船後來也是呆在這裡說 流民船後來跑到的地方在 喂 去哪裡 對啊 因為我是安靜班老師 所以有時候會 Cue一下小朋友 好 對啊 對啊 好 好 流民船後來把 他做辦公室的方式在台北 好 那 流民船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後來流民船為什麼做不到 他那個 遠大後來他有在講 為什麼他會失敗 那日本人會不會做到 那我們就慢慢來看這些問題 剛才有很多人在問 十二分之一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先來看一個數字的問題 從A點到B點 中間必須經過這一個點 請問一共有幾種選擇 欸運方 一共有幾個選擇 十二 十二 十二怎麼算的 四乘三 四乘三 對啊 沒錯就這樣 很簡單很簡單 台中基本上會發展起來 其實就要問為什麼是十二分之一 其實就是來自於這個 四乘三 四分之一乘三分之一的結果 這個四分之一 首先第一次的ABCD 來自於在流民船之前的一個人 我當然會介紹他 叫做劉武豪 劉武豪選定了四個意見 報給當時後的福建選擇 後來流民船選納了這個人的意見 決定選擇在裡面當中的某一個地方 也就是舊城台灣這個地方 台中台火車站的這個地方 作為第一次的選擇 他在這邊建立行程 第二次的選擇 後來流民船清朝 流民船代表清朝就白白了 離開台灣了 大家知道這個故事嗎 然後換日本人來台 日本人重新又再選了一次 抱歉 抱歉 這樣搭配到後 OK好 太整了 日本人又再來了一次 日本人也重新再選定了一次辦公室 那一次 一樣是給了三個選擇 那個人叫做吉野立馬通 我已經忘記了 被錯了 被錯就忘了 然後呢 他那個時候也給上一頭的人選了說 我給你三個選擇 A B C 就上面這三個名字 其實除了這些選項之外 還有其他一些預備的選項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有些人是幫忙爭取這些選項 好 因為很幸運的 在第一次選擇的時候 選定了B 在第二次選擇的時候 選定了C 所以接下來 我們才會選擇在這個地方發展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數學夠好的話 這個四分七乘三分之一 其實是獨立幾率 但事實上這是一個條件幾率 我待會兒會再講就是什麼 所以 我在愛情辦公室的教書 好 好 Anyway 但是 台中會發展的審承 我要一定一定要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就是 它並不是一個自然發展起來的一個聚落 它是被人為選定的影響 是上面有人 渺渺的看著雲雲眾生 審視整個地圖 決定說啊 就是這邊了 接下來又有另外一個人 渺渺的審視這張地圖 最後決定說 我覺得這個地圖是錯的 在這樣子的一個雙重選擇體制下 很幸運的 舊城火車站這個地方 都卻平重選 所以最後我們是台中發展起來 好 那 接下來就慢慢講 我要先從很久很久之前給大家講 當這邊 還沒有漢人 當這邊還是平埔族的時候還是這樣 首先我們要來看一下台中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 這個地理位置很重要 首先 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發展是從台南這個地方發展起來 從這個地方 漢人的實力慢慢往北擴張 如果你去看這張地圖 你往北往北往北 請問北邊的這個鏡頭 這個地方是 苗栗很好 到了苗栗的時候 這邊會被擋住嗎 OK 這邊大概是當時候漢人開台的北界 我不只排 就是 一路這邊很積極的走 大家大概這邊會遇到遠足海 再往上的話 就是新竹跟桃園跟台北 那如果你往上走的話 你會遇到發現 這個地方有一座山 這邊是八卦山 彰化是在這個地方 在八卦山的山角 當時候中部最發達的城市 是彰化以及鹿港 這是彰化 這是鹿港 鹿港是一個套海邊的港口 雖然它現在預計起來 在繼續往上走的時候 你必須度過三條河 才能夠抵達牛利 第一條河 大渡溪 第二條河 大蔣溪 第三條河 大安溪 你必須度過這三條河 才可以往北抵達牛利 好 那你在往上走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台中這個地方有一座山 這座山的名稱是 大渡山 大渡山 海拔沒有很高 但是它卻形成了一個屏障 好 所以如果你要進入這邊的話 以前這個地方叫做內山 OK 好 是比較偏遠的 發展沒有那麼好的 好 彰化在這邊 台中在這邊 我們現在發展的台中是在這裡 OK 好 我們繼續 這個地方住了一些平谷族 這個平谷族當中最厲害的那個人 曾經啊 最厲害的那個人 叫做大渡社 他的首領厲害到建立了一個王國 叫做大渡王國 大渡社的位置大概在今天大渡山的山腳 注意看 大渡社住在大渡山的山腳 他同時就控制了哪一個河口 控制了哪一條河口 控制了哪一條河口 快點 他控制了哪一個河口 來 早上聞 大渡社會控制哪一條河口 烏西 烏西 就是大渡西 OK 他會控制了這個河口 好 聽說他的勢力範圍大概在這裡帶 聽說啦 因為我們留下來的資料真的很少 OK 因為是荷蘭人留下來的資料 我們並沒有很缺缺的資料 我們發很多心力 不是我 就是前輩們 不要一直在知道這個事情 好 那這邊大渡社再往上的話 這邊是沙鹿 再往上是清水 這些都是大渡社的統治的範圍 那這個地方 好 那 內山這個地方是誰 我們一個叫做貓物觸社 我們再來再提到沙 叫貓物觸社 大概在這裡帶 目前現在的南崩 北邊 抱歉喔 北邊的這個地方 這個紅色圈圈 跟這邊不一樣 這是另外一個部落 這個部落 該有點像是太亞族 跟州族的差別 就是他們是不同部族的 OK 好 那 這個部落人叫做暗里社 在大陸王國的時候 他們還是小趴 我們待會看到 暗里社是怎麼崛起的 好 那北邊是苗栗的一些社 什麼昆蕭社啊 什麼之類的 大陸社 在歷史上曾經很厲害 荷蘭 我們來看一個荷蘭士兵 David Wright 他怎麼樣描述大陸王國 他說 大陸王國在台南的北邊 在任奈芝河 我們推測就是現在大陸西的北 呃 是不是很確定 OK 那大陸王國 他統治了四個最大社 沙鹿 就是 OK 沙鹿 水嶺 北社 牛馬是現在的清水 這十七個社 他曾經統治了二十幾個村落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離開他了 他外出的時候 會有一兩個隨眾 所以我們推測 大陸王國的 雖然叫做王 但所以他應該沒有那麼 不像 馬英九 或者是康熙皇帝 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行政權力沒有那麼大 就是大家會 有點像是 就是他 就部落的 有事情 就不會找他一些商量 沒有什麼政兵 什麼權力 應該是沒有的 應該沒有這種權力 好 然後呢 他不讓基督徒 就是河南的基督徒 不讓他們住在境內居住 也不讓通事去學習大陸國的語言 那穿越境典可以 但是David Wright 一個河南士兵怎麼去描述這個大陸王國 我們來看這個地理位置 大致上來說 在這一帶 北邊這個地方是大陸王國 1644年的時候 河南派了一個軍隊 想要去征服大陸王國 叫大陸王國 乖乖的來河南納購 就是每年河南會叫他一次翻社會議 叫大家過來大拜拜 然後 河南會給他 就是一些 好康的 請他吃東西 放米泡 然後接著河南總是很光榮 那些翻社們就要上繳一些共品 腳視狀放的時候挺友好 不會互相打架 那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希望大陸王國來參加 然後我們說 不要你咬我啊 哈哈哈哈 沒有咬他 荷蘭就派人去咬他 第一次被打敗 第二次的時候 他 荷蘭人成功了打敗大陸王 所以大陸王後來也乖乖跑去 吃坎這個地方 乖乖的去參加一年一次 然後拜拜 那1661年的時候 鄭成功攻佔荷蘭人 那那個時候 鄭成功一共包圍了荷蘭人 一共打了九個月 在打了九個月的期間 鄭成功他曾經派一些人 去跟大陸王做一些接觸 大陸王一開始的時候跟他說 好啊你來接觸啊 今天晚上我招待你 然後大陸王就是把那些人 全部都殺掉 1500人 超可怕的 就是大陸王多多的事情 因為大陸王覺得 我跟荷蘭比較好啊 你這誰啊 蛇蘭的石櫃桶嗎 是要幹掉你 OK好 所以就被殺掉了 那鄭成功怎麼想 他當然氣死 很生氣 所以他就派兵想辦法去幹掉他 不過其實1670年的時候 這其實有些不可討厭的問題 鄭成功他的軍 他帶來台灣的汗人太多 因為像是 民國38年的時候 發生悲慘的外省人來到台灣 就是一下子台灣島內團 暴增那麼多人口 但是要吃什麼住什麼 是問題的 鄭成功那時候狀況很一樣 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帶一大腿的外省人 Sorry這樣講他們 帶一大外省人來到台灣 那之前吃什麼住什麼 沒有問題啊 鄭成功派上 趕快點去投一趟 對不起有什麼林鳳營嗎 左營那樣 趕快去投一趟 趕快送田來吃 不然會餓死 那其實派了一隻司機 就跑到了台中 然後侵犯到了 大陸王國的領土 那雙方直接就起了一些衝突 那後來他們派 鄭成功派了劉國軒 出品攻打大陸王國 是一場很殘忍的大復商 聽說殺戮設備 慢一點 我看到 聽說殺戮設備 殺到了 只剩下六個 哀傷的事情 不可以笑哀傷的事情 好那 鄭成功派兵把大陸王國的勢力 非常殘忍的笑問子 你要去想 袁仲敏很擅長 彼此部落之間 互相攻打獵人 那他們很擅長 可是問題要等到 訓練有數 大規模的軍隊交戰 對不起 鄭成功的軍隊 他是比較訓練有數 所以他還是有辦法 身份地修理大陸王國一隊 所以大陸王國的勢力 就這個資歷之後 很大幅度的摔穩 所以大陸王國曾經佔據了台中 那為什麼 我們先把事情先想一下 為什麼大陸王 為什麼 河南人跟鄭成功 要忍耐大陸王這麼久 為什麼這麼久之後 才能夠擊敗大陸王 其實是因為大陸王 具有一些地理上的優勢 哪一個優勢 就是他要度過一條重要的河 忍耐之河 西班牙人舉了名字 我不會念 一個西班牙那個 剛才提到那個視頻 Danny Wright是這樣說他的 他說最厲害的皮鋪族 也沒有辦法單身射過這一條河 他必須要二三個使人手牽手 才有辦法通過他 所以叫他忍耐之河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忍耐 因為很痛苦 被水一直沖 不要急就被水沖走 他嚇死了 第六九十 最後度過河有獨難呢 你們要去想像 在清朝的時候 度過河是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時候是沒有橋的 沒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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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橋要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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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這位小姐 沒有橋要走路 用走了 用走了嗎 對阿 是不是要準單 用走的阿 用誰走 那不是人走阿 叫平庫不住 因為平庫不住 叫平庫不住 一六七年的時候 清朝派的一個人叫玉永和先生 他來 那個時候來就是 由 就是他奉命 他在台南登陸 他要跑到台北去 由那個採流黃 然後呢 一路上 他從台南走到台北 一路走了二十天 用走的 對 二十天 然後呢 他其中呢 被受困在牛罵舍 他會走這麼久 不是他的腳很慢 是因為他被困在了牛罵舍 牛罵舍 欸 牛罵舍在哪裡 看你講過 清水 牛罵舍在清水 他被困在清水 多久呢 欸 給我看一下 他被清水帶在 五天 多 他被困了九天 好 為什麼困了九天呢 原因就是因為 大甲稀暴染 所以他沒有辦法渡核 要怎麼渡核是很困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時候你要從 這邊是台南 1670年 這邊是台南 OK 然後如果你要往 你去想喔 當時候的人 如果要到台北去 在這個地方 還要一路走 穿過很多的 河 中西向的河 那邊要穿過很多條河 這條河 這條河一路上有很多的翻射 我們來看一下 暗嶺舍 還記得暗嶺舍嗎 他才提到過 暗嶺舍 這個地方是台中 往下面就是台中 他被畫在內山的地方 你去看到這邊的幾個社 特別是牛嶺 他才提到清水 沙鹿 水嶺 大渡 這地方都是現在的海線喔 海線被畫在地圖的中央 代表這個地方最好走 內地 台中盆地 被畫在山的後面 這個地方是不好走 玉永和走海線 不走山線 為什麼不走山線 因為山線的原住民會變得很痛苦 我說真的 然後呢 要走海線的時候 他被困在這個地方 清水 長達牛馬 就是準備出過大小溪 都豬豬 哭了九天 玉永和要怎麼過去呢 首先來看玉永和怎麼走的 他走到大陸 他是搭這種牛車 然後呢 當然沒有那種舒適 想像一定會更困難一點 還是... 好 搭這種牛車 平泡住了 玉永和就坐在這邊 後面有一大堆漂沽 霧的原住民 平泡族 住在他的那個 就挑在後面上挑沽 一路無王廢 這樣子走 如果要過河的話呢 玉永和坐在上面 但其實他全身都吃搭搭的 然後呢 這個地方 還見到那個牛嗎 勇敢的 快走快走快走 前方渡回過去 然後呢 這些班人 他們在幹嘛 他們走在河床的上面 去推這個渡航 這是當時候的 步渡渡流的方式 清朝的時候 好 如果你想要蓋一座橋 你想要蓋一座橋 我要跟你說 那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1874年的時候 就有一位天才的學府 叫做陳玉英先生 他花了30萬元 30萬元是什麼概念呢 相當於當時候台灣的 年度總預算的 1.5倍 不過這個以前 不是完全都是 陳玉英先生住的 他其實 只有三分之幾 他住後來不會是 跟當地人募資 所以當地的士生都覺得 非常的瘋狂 我為什麼要捐錢給你蓋 給他 然後他就說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蓋 因為陳玉英就說 我要蓋我要蓋 我就要給蓋 結果他總共 這座橋只撐了多久呢 欸小朋友 你趕快猜獎 怎麼樣 有畢業小朋友 你趕快猜獎 這座橋撐了多久 差不多 大家撐了四個月左右 就被一個颱風衝了 誒 跨了年度總預算的 1.5倍蓋著橋 四個月被撐沖掉了 這 你就知道大甲西啊 大渡西啊 這些起來都很高 所以他們當時候 乖乖都在做那些 看一些玉永和那種 聽起來很笨的方式 用玉永和這種很笨的方式 感覺非常的愚蠢 但對不起 這件事還是比較好的方式 你要以為蓋橋會比較好解決問題 不會 蓋橋不會要解決問題 好了 所以 我們回到剛才 我要講這麼多 其實就是要再講掉一件事情 大渡王國 之所以要撐這麼久 就是因為有幾條河水幫助了他 不好過的河水 好 所以呢大渡王在這邊 懲罰一陣 當然也有比較北邊 你士兵走過去 突擊什麼之類都有問題 當然有這個問題 所以 大概在這條西隱南 是漢人 就是在 呃 大渡西隱南的這個範圍 大概是漢人或是荷蘭人 他的北界人 再往上 有點困難 不好 不好過去 那 但是後來我們提到的就是 大渡王國狠狠地被兩部外來政權 sorry 這兩個外來政權很羞 哪兩個外來政權 那才會講喔 荷蘭跟清朝 不會啊 是荷蘭跟正成功 荷蘭跟正成功 荷蘭跟正成功都狠狠地修理了大渡王國一頓 接下來大渡王國 還要再被修理一次 那一次修理他的人是清朝 所以很可憐 這個 呃 我沒有安逸什麼意思 但是這個本土政權 呃 好像一直受到外來政權的打壓 每次外來政權就會欺負他 總共利劍三次幾條件可憐 我們沒有再安逸什麼事情 最後一次的事情是 大甲西射之一 呃 我要強調一個背景 就是剛才強調這些 和平埔族會去幫忙渡河 那這些平埔族後來被清朝政府強迫 要去做這件事情 清朝政府會在派兵這個地方 我們當然每三年要輪掉一次 那士兵要到 他們後來清朝政府後來 已經把士兵慢慢擴展到那個海線 就是 對 擴展到沙鹿清水大部這一帶 那每一次呢 要派兵派人過去呢 走的這一條線呢 全部呢 都要平埔族幫忙運送 而且不給他們酬老 那這群平埔族 為什麼不反抗呢 和楊你反抗啊 你還記得曾經有被政成功能修理過嗎 你還記得曾經有被 可怕啊 兵部族敢怒不敢 你知道嗎 那盈母族後來就是有一次真的受不了 他就騎兵來反抗 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叫做大甲犧牲的人 他生氣了 他去攻擊了來巡弱的一個貫兵 並且跑去殺戮時候把淡水拼衙門 欸 沒有錯淡水拼衙門 現在這個時候在殺戮 我沒有講過 雖然叫淡水拼衙門 但其實不是在台北 在殺戮 我說過 這個地方是清朝統治台灣的北界 西部平原的北界 所以他去 如果過幾年之後他就搬到淡水 不過要去淡水拼衙門 他就跑去殺戮時候把淡水拼衙門 裂了 那清朝政府大逆不到 開始派兵去揍他 而且其他的平埔族也一起去揍他 大概揍了幾個月之後 大甲犀宣告投降 但是好死不死在偶像前世 漢人的兵友 就是漢人的士兵 殺了五個大肚射的原住民 拼补族 然後跑去腰溝 大肚射就覺得 喂 怎麼回事 我是好人 我是幫忙去揍大甲刺射人 你為什麼可以殺我 這不合道理的 就很生氣 那就被關起來了 清朝政府就有時候把這五個士兵好去關起來 沒想到一個月後 兇手居然被無罪開示 司法不攻 司法不攻 蘋果番不會遊行抗議 他們就用比較簡傳統的方式解決 直接排兵反抗 糟米 海鮮一步的蘋果番 清水 大度 牛罵這些社 全部一起聯合大甲犧牲 原本一起被揍大甲犧牲 一起去反抗清朝政府 這件事情造成了台灣北部縱外宣的斷阻 這場戰爭持續了非常的久 直到福建的陸杜提督 來到了海中之後 來平定了這場亂世 這個福建大疆軍其實是用很殘忍的方式 原住民語言沒有那麼好學 講話不見得雙方中聽不懂 你要怎麼樣讓對方感到害怕 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我要怎麼樣讓對方感到害怕 知道我是有厲害的人 我不要讓你再度反抗 我要怎麼樣讓你感到害怕 誒 神醫師 你是你的先生 是要接近嗎 對 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 好 那你要怎麼樣讓他們感到害怕呢 嗯 嗯 好 高層老師 這就是武力啊 那個武力其實很殘忍 整個社燒掉 就整個社 不管拿牛腦肉 沒有歸經任何審判 直接燒掉 可怕 所以 經過這一戰之後 有誰還敢反抗呢 很難了 然後這個地方海線一帶的平补處 開始被大幅度的削弱 海線一帶的平补處被大幅度的削弱之後 接下來 有另外一個人 崛起了 大陸王國雖然消失了 但平补處還沒有在這麗十五台上消失 還有另外一個平补處即將在麗十五台上全場 而且他們採取的態度跟大陸王國不一樣 他們懂得西龜瓦大陸 叫做暗里舌 北方的暗里舌 比較接近在苗栗 就是 不對 神鋼豐原那一帶 我來看一張圖 對不起 好 大概暗里舌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現在的豐原神鋼 這個地方大概在這裡 台中市在這裡 比較南方 分清楚 豐原後裏那一帶的北方 最大是暗里舌的勢力 最大是大杜王國的勢力 大杜王國現在被三個外來政權 揍得這麼的慘 北方的暗里舌 知道石龜瓦大陸 暗里舌他們簡單來說 每一次只要清朝有動亂的時候 暗里舌都會選擇去幫助清朝 從朱衣櫃 大甲西舍之翼 暗里舌 還有後來苗栗 這邊的平埔族後來又巨亂 然後也是暗里舌跑去幫忙去平埔族 清朝政府都有去借重這種平埔族的力量 你要去享用平埔族 絕對單一士兵的戰鬥力 平埔族就會比較強 他們平常會獵人猴 然後平常就可以打獵人 打路會殺殘 用弓箭來作戰 欸有可能用弓箭嗎 怎麼可能 對啊 所以這本來就很困難 好 所以呢這個地方 平埔族本來就比較厲害 新朝政府常常就是 以翻來自翻 就聯合其中一個平埔族 去揍另外一個平埔族 那暗里舌就是 新朝政府常常合作的一個對象 那你跟我合作那麼好 和我很慢 就像是 台北市 之前的台北市政府 一直找遠球做事情 那你要不要跟遠球一些好處嗎 當然要啊 現在這邊也一樣啊 你暗里舌一直幫你做事情 那你要不要看你是一些好處啊 好啊 那暗里舌要什麼好處呢 開墾大陸亡國所在的遺地 新朝政府給予當時候暗里舌 暗里舌會這麼短的選邊在 我們推測跟一個人很有關係 叫做張達金先生 張達金先生後來被叫做攀仔駙馬 好 攀仔駙馬張達金先生 如果在之前 那個暗里舌就有這樣子的傾向 不過這個人 應該我們推測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那暗里舌幫助了很多次的清朝 那後來他還有跟他的岳父 潘敦仔 這兩個人聯手跟清朝 申請暴墾台中盆地的土地 而且還開墾了葡儒敦郡 葡儒敦郡就是現在的風源 就是風源 好 那 大概是這個圖要從倒過來 這邊是大渡溪 南方 這是南方 這邊是北邊大甲席 這一帶 大概都淪為大甲席的 暗里舍的一個開墾的範圍 當然是有層次的 慢慢往南 往南 往南 慢慢架正開墾過去的 好 那 相似什麼 對 這些暗里舍在這個地方 我們台中 我們台中大概在這裡 好 不過那個時候比較熱鬧的是淋透店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看到這個 張正萬 對 好 這個地方就是張家的勢力 是在台中很厲害的一個勢力 台中地區的一次民選市場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張 短字是張自然 張啟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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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家的後代 所以張家在台中算是本土實力 很厲害 那 OK 好 所以呢 這個地方大概慢慢的變成暗里舍 暗里舍懂得席歪蛙法名 然後當陸清朝政府 希望不能給他喊出去 開成很多大陸舍原來的土地 好 不過呢 這個張達金先生呢 他後來其實也跟他原本所在的平舟族 其實不太愉快 為什麼不太愉快呢 因為呢 凡人 對不起 平舟族比較不喜歡去耕種 因為他比較喜歡打獵啊 比較 有男子氣概 然後有趣好玩 種田很辛苦 然後一直彎腰插漾 累死人 那 所以平舟族他們 對種田不像漢人這麼的積極 平舟族的態度比較像 把他公用就好了啊 看起來幹嘛那麼辛辛苦苦 一直要種田 我有點不了解 那如果你要開很多的土地 所以你要找平舟族來漢人 那他找漢人啊 而且他又問講漢語 他本來就漢人啊 他又找了大量的漢人去開墾 這邊的土地 所以就導致後來這邊的平舟族 他們即將流離失所 一開始的時候 雖然按理舌廳看起來很厲害 然後占有很大的勢力 但是後來他會逐漸的被漢人拿走 我們來看一下藍心中 大概是位於現在的 對 就是南屯這一帶 首先 他要開墾台中盆地 不是件人意的事情喔 我們來注意到幾件事情 首先 他因為跟貓巫處 在目前的里頭燕南屯這個地方的射 以前算是大陸王國的一個 側翼 跟大陸王國關係不錯 後來就是大陸王國被幹掉之後 他就跑去跟暗裡射的關係比較好一點 他因為跟貓巫處射發生了衝突 然後呢 清朝政府開出就是你 就是發生衝突的意思就是 有漢人莫名其妙被砍了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釋出的原因 到底誰對誰說我們就不知道 但我們就知道 總而言就是有漢人被砍了 如果是清朝政府的態度是 A.嚴格取締兇手 B.放棄漢人土地 不要再惹是生非 請問你會選擇哪一個 你會選擇B.不要惹是生非啊 所以就叫他們 欸撤走啦 不要在這邊看看 他們很兇嗎 很兇就 你就不要過去啊 奇怪 然後後來 漢人不死心 繼續暴行這邊開棄 那建立萬口公 有萬口公就代表 這個地方的漢人 累積到一定程度 才有辦法建立公廟 OK 那可是就算這樣子之後 還是被 因為電龍擁造狀態 所以暴行為官裝 所謂官裝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官府所有 你不要來揍我 我這個地方是 就是我這個地方是政府管轄的範圍 你叫我不要過來 大概就是類似這個意思 但是你的錢 就要上繳給官府啦 就是你要申請官府的保護 就要交一點保護費 那OK 藍心莊的範圍 大概在現在的南屯的萬口公 看起來很厲害 北屯有萬寸公 這有改過位置 但是很明顯看出來 這個比較厲害 這個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比較厲害 就代表這個地方的人比較多 人民有錢 所以才有辦法蓋出厲害的廟圍 這個地方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不是指現在 在那個時候 比較弱一點 所以開弱的廟圍沒有那麼好力 而且他也改過位子 好 那這都是漢人 在台中這邊開墾 所留下來的一些證據 接下來平埔族開始慢慢去離開他們的土地 我們來看一個美國的探險家 在清朝的時候怎麼講的 他說 唉 現在這些平埔族 他們都跑去了埔里 埔里在山區耶 他們都跑去埔里那個地方住了 為什麼呢 為了躲避漢人 他們欠了漢人很多的錢 他要度過極痛苦的路程 進入了其他野蠻人住的一些地方 那大渡大赦應該是 推測應該是現在的 不您忘記了 這邊有人知道 應該是豐原 那這個地方 啊還是神鋼 豐原或神鋼地帶 那這個地方 雖然呢 還是有一些手藩 就是平埔族 但是大部分的田 已經落在漢人的手裡 平埔族沒有那麼擅長耕種 漢人比較擅長耕作 而且漢人他會做很多份的事情 他們會去騙平埔族 騙平埔族說 欸這塊土地 就蓋了契約之後呢 就發現這契約不是你想像的樣子 不過去偷平埔族的東西 甚至會去盜墓 不好意思 我們的祖先做過這種事情 好 那平埔族後來 還可以慢慢的往土地地方前 除此之外 清朝政府還要叫這些平埔族 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守這條界線 叫做土牛溝 因為土牛溝的目的 是要防止更山區這邊的 深藩 那個時候叫深藩 其實就是高山族 就是比較強漢的原住民 更兇 比平埔族更兇狠的原住民 為了去防範這些人 就要建立一些土牛溝 不要讓漢人越過去 要派一些士兵在那邊駐守 誰去駐守 不是漢人 平埔族 給平埔族寫好處 給他們一些土地在附近 但是這些土地距離位置太遠 導致平埔族沒有很 就是大家最後 清朝政府給他們這些土地 後來就最後被迫 然後跑去交給 就是還是交給漢人 總而言之 對這段故事有興趣的話 去看翻頭家這本書 好了 我們這個小節大概要講的問題是 為什麼台中比彰化開花很慢 有幾個因素 河水團結 身翻兇猛 我所謂的身翻 雖然不好意思 但是平埔族 大肚社 暗黎社這些神 你看南新莊去開墾的時候 他還被阻止了兩次 是嗎 漢人 有可能會被遭到平埔族的土地 所以阻止了漢人往北破綻 所以這個地方 比較沒有彰化地區那麼的順遂 但是 這麼厲害的平埔族 跑去哪裡呢 他被外來政權 或是殺 或是真用 所謂真用 就是幫忙縱貫線上一些老役 那去幫忙渡河啊 牽引車啊 或是叫他們去守那些什麼土牛沟啊 傲盡的平埔族的力量 漢人移民 或騙或強盞 導致平埔族 最後失去了這塊土地 他們被迫遷移到土裡盆地 那個地方去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四分之一的選擇 我們進入第一個四分之一 劉維川先生 他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好 劉維川先生帶一個奏則到廟座 台灣 如果是要分省的話 我們要在中陸這個地方建立省城 好 台灣南北兩地過於狹長 台南府 台北府 中間空空曠曠 什麼都沒有 我要建立一個行政中心 控制這一帶的局面 這個地方選在哪裡呢 我覺得台中最好 一直可不是這樣說的 但是 如果要選在台中的中心點 台灣的中心點 那幹嘛不選在彰化 陸港或是海線那些省政 無謂一省的台中 我們來從官方的角度 那是想看你是劉維川 你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1973年大甲七色 殺戮包圍了當時台灣北部最大樓的停舍 彰化 OK 接下來林爽文 來自於大理 也是台中盆地 位於台灣台中秀城區的南方一點的大 包穩的彰化 戴朝村 騎兵北屯 又把彰化給帶下來 19段事件 正在劉維川隊內發生了 騎兵 彰化北部 又包穩了彰化 彰化不能超好改良化 如果你有去過彰化 你會知道 彰化旁邊有座八卦山 八卦山對不起 阿恨阿 只要你攻克八卦山 你就可以 彰化有句屬名叫做 瞬七爬九卦 就是只要幹你的八卦山 彰化城就可以很順利打下了 兵家畢生之地八卦山 而且彰化城不好守 很容易打下 這是彰化的最大的缺點 而且你實際看 動亂都發生在台中盆地 動亂很少發生在彰化 動亂大部分發生的地方 是在台中盆地這一帶 所以他覺得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出亂子 如果要做什麼事情 嗯 台中比較好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地理位置 這邊是大米 林爽文來自於這裡 這是彰化 靠近八卦山 鹿港 港口 沙鹿 公園 東大墩 台中這個地方 舊城這個地方 有舊的 漢人的世界 叫做東大墩 圈圈大小 大概表示了繁榮程度 比較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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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中間 中間 超級弱 東大墩 這個地方 還是一個小鎮 你為什麼要選擇 東大墩呢 我們來看一下建議審會的過程 首先 這個福建民主 陳一先生 就是那個花了年度總運算的1.5倍 然後蓋了一座橋 三個月就會衝垮的那個島民先生 他認為 他首先提出了這個有創意的構想 我要在中部建成 派了一個部將 台灣到 台灣的軍部 軍隊的老大 劉鳴先生 去召喚再調查 劉鳴先生 給他四個選項 1.2.3.4 這四個選項 然後呢 在福祉陳育英 後來離職的 這件事情就暫緩了 劉鳴團來到台灣之後 劉鳴團出來出現福建巡撫 接下來台灣建神 那劉鳴團先生就決定說 在這四點當中 我覺得喬之圖 這個地方最好 喬之圖 就是這個地方的舊名 不過有點複雜 晚點再說 我們來看一下地圖上的位置 選擇地點 劉鳴先生提供了四個地點 烏日 下橋頭 上橋頭 就大概位於現在的中興大學一帶 下橋頭 大概就是 你看到這邊過一條河 所以有座橋 所以叫上橋頭 下橋頭 貓霧處 在現在南屯南一帶 斷河宮的位置 後來選擇地點在東大 後來台中 實際上蓋了一個城的地點 大概在東大屯間 你會發現 其實離上橋頭 有一點點的距離 那個時候開的選項 大概是這四個 那最後的選擇 大概是在這裡帶 我們來想像看 劉鳴傳 他先生要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烏日 靠近 大渡溪 個人推測 現在沒有足夠的實料 接下來我有幾下講話 底下實料是 我想像 如果我是劉鳴傳先生 我會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實料提示我 貓霧處 南屯 但是太靠近這條 這不一定是大陸台地人 這個地方顯然比較寬闊 這個地方我可以控制河道 但是發展潛力不足 所以比較好的地方 是不是在這一個 他選擇一個比較寬闊的地方 這是劉鳴傳的想法 他基本上是選擇一個比較寬廣 有發展潛力的地方 而不是一個靠海 靠河或是靠山的地方 劉鳴傳先生大家都想思考事情 但是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這個地方我剛剛講 基布拉沒有那麼煩 是一個比較小的城鎮 那其他的地方就會怎樣 抗議啊 那為什麼不選我這個 我如果今天台北市要建立什麼 新蓋先 假設今天台中市政府 他們財政這樣做 要簽一市政府 要簽到哪裡呢 大家就會爭取啊 高鐵站最好的意思 高鐵蓋在哪裡 那個地方就繁榮起來 大家都這樣想啊 所以呢 現在竟然蓋一個新的城 大家說選我選我選我 蓋在各個附近 其中選我選我選擇的最大師的人 就是 就是張陸港 陸港先生他怎麼說 有個側稱叫蔡德巴 他就說 他聯名上書說選我選在陸港 陸港這個地方才是有建成 你要可說 你說南北狹長嗎 台南台北 要選在中間選的地方 選我選我選擇 選陸港 就是蔡德方先生 他要求的事情 劉明翔就橫河把蔡德方罵了一個 他說你這個地方啊 就簡單來說 你就是你以前很厲害 但你的港口預計了 你不行了啦 那你的發展的潛力不足 我就是要選在台中 OK好 再來是劉明翔 劉明翔拼果他的話 劉明翔拼果這樣的話 其實需要很大有錢 你看看當時風大蹲街 這是日據時代留下的照片 他就像這個樣子 都打出 然後呢 你看南北最繁榮 這個地方是葫蘆墩 風圓 彰化 中間 這個地方 哪裡呢 南屯 比頭墊 還在這個地方 以前的漢人還比較熱鬧 大蹲街 要繞到中區來 需要走一段距離 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這個地方 比較沒有那麼熱鬧 那劉明翔為什麼要這麼鐵頭 這附近都沒那麼熱鬧 你為什麼偏偏要選擇一個東大端 劉明翔為什麼天生的頭 為什麼這麼鐵 硬是要這樣做 無理由的 劉明翔先生 他的思考的邏輯 是這個樣子 他說 這個地方的重點 是要修車路 車路 超重要 車路指的就是 什麼東西 鐵路 沒錯 就是格魯和先生最愛的鐵路 我只要修好鐵路 我們歷史課長都教劉明翔市建立台灣鐵路的人 只要修好的鐵路 從海北一路到高全 我就可以把我運建成的材料 很順暢的通過鐵路 送到台中來 這劉明先生的主力算好 東大蹲雖然他再怎麼樣反過 但是他的開展才有潛力 他腹地比較寬廣 他附近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些傳統那些事 腹地比較寬廣 所以我要選擇東大蹲雖然我知道 這個地方基本上沒有那麼繁華 但靠著鐵路 我可以把我的材料順暢的運送到東大蹲街 這當然是格魯明船先生的想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格魯明船後來就先都還被蓋成 這是一些建成的資料 來自於當時台中的一些師生的土地 修了兩年 蓋了八座城牆 有人做城基 但城牆沒有運來 只做了牆基 牆基就是用土去壓石的 城牆是用石頭去做 那為什麼沒有石頭 沒有辦法運過來啊 鐵路沒蓋好 怎麼運過來啊 有一次能用船運過 後來港口淤積 所以不好做 蓋了稿棚這些東西 其實每一次清朝的建成都沒有那麼簡單 他只要做很多事情 不是用竹籬巴圍一圍就好 那早期的做法 像你比較現代 你沒想到每次要蓋成都很麻煩 他其實有很多規定的事情要做 你去看這個圖 他一共有八個城門 這八個城門 我們推一層應該都開得出來 那裡面涵蓋一些重要的一些設備 包含了像是什麼 烤棚 關廳 這些地方 其實都是要有的 規定 只要有城 就一定要有這些東西 所以流民船其實是花了一段時間在台中建成的 這是大概我們現在測測的流民船的方法 你會發現到 他大概會比較是 比較難一點 比較靠近這邊的中心 欸這邊就中心大學喔 這邊就中心大學喔 其實離上朝同路很遠 所以大概是在上朝和在北邊一點點 應該是土地的問題啦 這邊的土地比較好處 是怎樣 那他實際上 過程的時候 稍微微調了一下 大概在這個範圍的左右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跟台中市的市中心 其實是非常接近 所以如果 雖然是日本人選定的結果 但其實日本人的先知 就是流民船 那先知總是寂寞的 先知為什麼很寂寞 因為鐵路蓋不成啊 清朝的行政能力 還平落啊 那後來 流民船團後來下台 就換了一個人 叫少友聯先生 少友聯先生呢 就說 老大 就是跟皇帝說 皇帝啊 皇帝啊 不行啊 幹不下去了 你啊 這個地方村落很小 蓋了城之後 我這那些城都蓋出來喔 有城牆喔 有烤棚喔 都有喔 那問題是 居民沒有增加啊 我機辛苦苦發展一個人工造證機構 結果都沒有來這邊 就是我蓋一座商業大樓 就都沒來進駐 都搞屁啊 本來就做啦 所以呢 往來這個地方呢 都很困難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意思 然後呢 要花一些錢 然後這些錢呢 當地的人又沒有那麼多有錢 東大蹲街 就是沒有那麼多有錢的商人 又在路港路網有錢很多 然後就很容易捐很多錢 台中沒有那麼多有錢的人 但是蓋東西很麻煩 所以呢 我建議你 不要再把省會議 在台中呢 趕快往台北 比較實際吧 我覺得少龍的話 這話很有道理啊 那你看 你選 就是 游民船就是一個偉大的夢想家 花了一堆錢 幹了一堆事情 那不行 都沒有看到成效 沒有看到KPI 沒有看到好的成績 那這種沒有商人來進駐 若是老大的話 一定有把這個人換掉吧 你不要再選在這個地方啊 那少龍先生就很明明的 停止了游民船先生的 春秋那夢 決定把社會乖乖的移到 發展越來越翻人的台中去 這件事情大概結束了 我們現在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游民船流下的痕跡 首先這個是北南上面的門樓 大家不知道在哪頭 台中樓園 清朝留下的烤棚 現在還留著 對 沒有懷疑這個地方 沒有好好維修 希望以後會好好維修它 很漂亮啦 其實 帥氣的建築 這個地方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太難了 格魯克先生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在水源地那邊 水源地那邊 他的用途是 泳泉的用途是 烤森 對啦 他是烤森的主樓 以前在 現在那個 台中體院 在那個一代 不過 這個地方不是日本人拆掉的 是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他有一次被颱風吹跑了 沒有去修 東西就被趕走了 就消失了 好 好了 我們回顧一下 為什麼要在台中建築 大家回顧一下整個 流民船的路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問說 流民船先說說 為什麼要選擇在台中 他的官方說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應該可以 好 台文化以北 我希望大家 聽過這場的演講 大家應該就會知道 問題不是選在中部這麼簡單 把問題更往下走 我們就會知道 流民船還有一些 比較細膩的一些利用 雖然這比較是我的推測 首先 台中盆地 這地方很多裡面 剛才講的 我林爽文代曹 存在這邊的地方 必須要建立起 一個防禦公式 上一階段 台中體彰化是比較落後的 可是因為他腹地框廣 留下了漢能事件 沒有那麼發達 變成是流民船大展身手的舞台 你現在像胡志強 他如果要蓋什麼建設 他會選擇在中區嗎 不要啊 土地的糾葛很複雜 對不對 那胡志強都跑去哪裡 跑去比較 收的比較 土產權 沒有那麼容易有糾紋 其中 比較偏遠的地方 去蓋建設 什麼海豚館 拉肚園區 歌劇院 他比較喜歡那種地方啊 產權比較好搞定嘛 所以 流民船也是這樣想 像林家龍想要考中區 他最近有一個頭兩個大 為什麼產權很複雜 所以上一階段的落後 流民船 像胡志強 比較聰明 選擇在空曠的地方蓋建設 哪裡蓋建設 當然不是長大 是在寬廣的海中品 但是 流民船知道這地方很荒謬 他打算靠著平路來完成這些 但 清朝政府的行政能力實在太糟糕了 他沒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 流民船的夢想 先知總是孤土 流民船是個先知 但他很孤獨 他的夢想沒有人要提他 最後就失敗 好 接下來 這是第一個四分級 OK齁 有四個選項 最後選擇了 台中的這一代 第二個選項 第二次的三分級 我們來從日本人 來想這個事情 日本人 他們1895之後 他們來佔領了台灣 然後接下來 預留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要在南 北 南 中間選定一個中間的地方 蓋起一個行政中心 這個行政中心 要選在哪裡呢 選為一個通議 叫做吉野利奇馬先生 他是當時中部民政支部的一個通議先生 中部民政瀑布 相當於中部這地方最大的那個人 軍事跟民政 民政支部其實很大 他呢 就要調查一個地點 好啦 我們現在來到空無一人的台中 中部地區 我們要選個地方辦公 所以地方選在哪裡呢 通議先生 提供三個選項 A 入稿 我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啊 我們都還預計了 B 卡拉底 我們大概在這一帶 OK 大渡海地的北煙 套進大渡河 第三個地方 東大屯間 好 齊弄這三個地方選 又一個人挑戰說 選我選我選我了 這次想選我選擇 是彰化 包含了民政支部內部的人 都有意見 他們覺得說為什麼不選擇彰化啊 你覺得彰化我們節目比較熱鬧啊 然後那個東大屯間 支部拉行也不選擇 就是沒有那麼繁榮 所以你幹嘛不選擇那個地方呢 那我們講的話 包含民政支部的長官叫做 兒園 御元國先生 他就說 我覺得東大屯間 城內的人很少喔 他有些官社啦 流米堂蓋的 但是他裡面都是田啊 都沒有什麼發展錢 就發展很弱啦 就是小鄉下 鄉下地方 請你把民政支部暫時出來 彰化有點好不好啊 後來呢 經過日本人內部的一些討論之後 最後 由台灣總督 第一任總督 霸山茲季先生 台版定案的決定 我就是要選在台中 掛台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連官社都還沒蓋起來 選擇掛台的地點在 結果在那裡 不要囉 烤棚啦 唯一留下來的官方建築 是一 選擇在烤棚辦公 以下是我個人的推測 沒有 這歷史上的知證據來支持我 我大概是這樣 我想像我是日本人 我會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首先 八卦山之一 你知道日本人不是來到台灣 台灣民眾並不是歡欣鼓舞 你見日本人 不是台灣民眾很討厭他們 適時反抗 其中最大一場衝突 這場一連串的戰爭 這場戰爭叫做 以衛歌台之力 以衛歌台之力當中 最大的搶戰意義 就發生在八卦山 那 後來成功了 但是這個地方 日軍也死小搶救 彰化 背靠八卦山 終於侵蟲 剛才一大隊明天就告訴我 最好的理想 八卦彰化其實不是一個 很好防守場景 只要攻佔了八卦山 你就可以順勢爬就好 彰化你就爬起來 再來 我覺得這個理論 應該才是最重要 雖然我沒有任何的間據 其實 公文上沒有這樣講 但我這樣子推測 我也覺得很有道理 這 彰化這個地方 漢源區是太多 事實上很多 產權關係比較複雜 龍蛇雜群 比較不好控制 也不適合我要去改一些 現代化的建築 我猜啦 我猜日本應該這樣講 等於為什麼 我最後不選在彰化 選擇在台中 這個地方的原因 我說過 這是一個條件紀律 只過沒有流民船 一開始選民在東大平街 日本人其實不會沿著 這一個羅集 那個時候 極越童就這樣講 流民船就選在這個地方蓋 所以 通益先生 如果沒有流民船 孤獨的先知 選擇了東大墩街 日本人也不會選擇了 流民一群的流民船 流集 最後也落腳在東大墩街 雖然這也是經過一番思索的結果 那 東大墩這個地方 雖然經過流民船建設 但還是沒有那種反應 我們來看一下 東大墩的街道 老實說啊 就是沒有下水道 從日本的觀點來說 從日本的觀點來說 比較昂張 烏臭 那 OK 那所以你要在這個地方 那剛剛還給了剛剛 Pokatsu的圖片 你要在這種地方 蓋起一座豪華的城鎮 你要在一片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去蓋城的話 你需要 首先要做的事情 應該是什麼 我現在想像 是一個 模擬市民的 遊戲者 你要有先蓋城鎮 你第一個要蓋什麼東西 要蓋 水源 水源 下水道 要蓋什麼 水源 水源 好 別忘記先知是什麼項 先知告訴你們 第一要蓋什麼東西 先知要蓋 鐵路 沒錯 日本人就來蓋鐵路啦 要發展一個城鎮 應該要有幾個東西 火車 我希望大家以後看台中的時候 有幾個重點 台中市的發展 有幾個 日本人帶來的 有很多東西 一大堆東西 那把握住幾個 下幾個我覺得比較重要重點 火車 灣廳 台中中廳 大家應該知道 日本的概念 我覺得還算蠻帥氣 寬間 寬闊的世界 水道 這大概是日本人 留下來建設的幾個重點 如果你要好好的發展 這一塊荒涼的東大墩間 日本人大概把握住 這四個重點 下去做建設 我們一看 慢慢來看 火車 我要特別介紹 1908年的通車便利 日本人 也完成了革命 游泳一團 孤獨的先知 早就發豪 要從台北蓋到高雄 游泳一團沒有實現 先知太孤獨 日本人幫他完成 那我的意思不是 OK 大家都我意思 這是比較調侃的說法 日本人真的不是聽你們講話 那大家看法 是一類似 日本人 日本人就是蓋了這條鐵 從北往南 說到一起 你為什麼蓋鐵圖太爛了 所以日本人還蓋過材料成建 你知道清朝的行政奴隸多糟糕了 所以往南建 往北建 最後大概在台中這個地方 做一個會合的動作 通車典禮特別選在台中車站 這是第一代的台中車站 是木造的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第二代 1908年的時候 判了一個人叫做宰仁清皇 來做剪裁 這鐵路其實花了很多的錢 光是日本國會內部就很搞不定 日本國會對這次有很大的爭議 最後終於蓋場 選擇在台中公園辦一個通車典禮 不會過柔軟 這大門一下就被簽掉了 典禮的會場 載人去這邊主持一個典禮 在台中公園 這個時階在台中公園 因為跟這個時階應該是一樣的 這是我們推測的結果 大家在這個地方辦通車典禮 仔細看時階 時階是一樣的 時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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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發現的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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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那個 蓋了一座廳子 給那個 災人清皇休憩 就是現在的回心廳 你會注意到它的名稱叫做 御修器所 就是皇族 在這地方休憩的地方 後來第二代 台中存在 台中有存在 日本人在這地方發展 從特工特點 特別存在台中 這個 比較沒有很久之前 比較沒有那麼荒涼之前的一個地 比較荒涼的地方蓋 這個建築物 順道一提 台中存在很特別 台中存在是高架的 在有一段是高架起來 這就是葛露克先生 新資耐資的火車入空 希望未來可以留下來 然後 然後 你可以注意看 這個是叫做 火車是在上面行走 火車不是走在地面上 是走在一個 鋪起來的建築物上面 叫做火台 仔細看這個建築 黎穿 綠穿 柳穿 倒楓穿 倒楓穿 也是用這個當作合體的 仔細看這種工法 再來 關廳 按照時間順序排列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駐紮的地方 清朝還是有留下一些關設 雖然說這個地方 就真的比較荒涼 清朝是該蓋的一些東西還是有蓋 那這也是日本人一開始辦公的時候 大家有在清朝這些關設 後來這些建築大部分都被拆掉了 日本人蓋他們自己的關設 那這些關設也大部分都保留下來 而且還蠻帥氣的 呃 這個座沒有留下來 在現在市議會 知識觀點 台中地區的老大住的地方 呃 考聽 誒這哪裡啊 還沒看到 快點 快點 不要浪費時間 快點 忘記了 法院 登登登 這地方 這個 光屏難 監獄 已經拆掉了 台中公園 台中公園裡面的 台中物場館 什麼 市議所 好 周庭 九個太陽上 九個太陽上 刑期紀念館 好 對 最多日本人留下來的關設 日本人 大部分有得下來 大家看到這些東西 日本人 你要幹些官方工作的地方嗎 就是剛才看到這些東西 好 接下來 世界 日本人對世界 花了很多的心思 他們到最後選定 台中區這個地方的世界 你要注意 是 台中文童叫小京都 是因為它是奇盤狀的 仔細看比較大的方格 是九十乘九十 九十乘九十的這樣子的世界 你看它非常的仔細 而且你注意看它斜的角度很有趣 這樣子傾斜的角度是要方便 這樣子去照的時候 日太陽這樣子走的時候 它會順利的把陽光灑到我們一戶 而不會被前面那一戶給撞到的 好 那 這是日本人蓋的喔 好 這是世界的發展 我們來看一些世界的這些照片 OK 好 大概在現在的三明路 是寬闊兩線道 中間有樹木 也是世界的照片 在台中公園的旁邊 不是 不是喔 這是台中有電球 台中有電球 現在這個有明泉路 明泉路 可是這是寬閉子音耶 好 沒有 我們都是明泉路啦 好 好 再來這個燈很有趣 它叫做靈感燈 現在中區還留 特別有把這個燈做出來 是日本人留下來的燈 一二三四五 這樣子一個弧形 這樣接著我們的形狀 好 那你看這個空照圖的世界 可以看到非常整齊 這就是為什麼台中叫做小京都之一 其中之一 模仿京都的一百乘一百 台中縮小變90乘90乘90 當然就是這樣 縮小版的 棋盤式的這樣子 一個交通的建築 被叫做小京都 除了世界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水道 水道指的是 綠川跟柳川 我們來看一下地 這個是 綠川 這邊是柳川 在圖片外 綠川 柳川 這地方比較高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漢源主要住在這裡 這地方比較低 火車站的地方比較低 所以後來那個 為了要火車通 所以為什麼要做博塔 為了要讓火車變高的走 因為這地方比較低 所以要火車變高的走 所以大家在這一帶通行 好 那首先來看幾座橋 為了通過綠川這幾座橋 都很有特色 也留下一些重要的照片再來 然後換個人 來來來 我們問是挑戰賽第二名先生 姚文智 好來 姚不是有文智 姚算溫先生 來 姚算溫先生 來 菲兒 哪一座的 綠川 綠川哪一座橋 呃 現在那個總幹路 募集 行善 好 這哪一座 不是 剛拿走了 對啊 是櫻球 是櫻球嘛 那仔細看這個直筆 以前直筆會長下來 然後最重視臉樹 好 那你仔細看一下 呃 現在樹種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後來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老民眾突然變成所謂的柯蠻屋 所以樹就全部都砍掉了 然後現在台中市政府也不讓直筆長下去了 族邊沒有植物 以前有植物 清舊對照很明顯 好再來下一張 這是誰 有時候問 那個什麼 永樂山蠻 好 甘城橋 甘城橋 這個橋名 再來這是什麼橋 櫻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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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橋很好 仔細看 沒有啦櫻橋不在 第一廣場旁邊 這是第一廣場 第一廣場 第一廣場 是以前的第一次廠 好再來日中橋 新勝橋 看那個花魂就知道 很帥氣 現在還留著 唯一留著就這一個了 OK 好 再來下一個 日中橋 第一名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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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橋 OK好 Anyway 就日本人就 重點是 然後這柳川 好 日本人重點再來是 以前的綠川 它是一個會亂走的一個地方 那日本人把它們修塑住那個河道 你直接去看綠川的那個 你直接看這是水泥 這是水泥 這不是有機的河道 這是水泥河道 這是日本人就留下來 你直接去看那個 那原因就是因為 它要把那個河道船 給修塑住在這裡的側 好 再來 除了商材散道四大眾之外 現在還留下很多的衍生設施 那我們請第一名的來 快問快答好了 來第一名的 林信榮先生 醫生選理長 好 來 很簡單 信榮先生 怎麼樣 沒有問題是 這裡是哪裡 胡錦廷 胡錦廷太簡單了 第一市場 第一市場 這比較難 台中醫院 對 台中醫院 第一代神社 第一代第一代第一代 在台灣後面旁邊 第一代 水源地水塔 水源地水塔 第二市場 有六角樓 上面都被炸掉了 所以留下下面這個 再來 圖書館 現在合作金庫 自由路上的合作金庫 這個比較難 台中市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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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生快點來 為什麼沒有來 現在無石頭 市民館 給市民 由休閒娛樂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台中是賽馬場 不是賽馬場 應該不是賽馬場 這個地方是那個 體育館 體育館 現在也是棒球場 就是 第二代神社 第二代神社 第二代神社比較少知道 你自己去看 OK 這是中列子 這兩張是一樣的 差點錯錯 仔細去看這個欄杆 這個的形狀 跟 跟 跟 你看不出來 像我的臉 好 還在裡面 好 來 台中市 東亞設計之都 1990 台中市 因為我說東大 台中這個地方很 就是沒有那麼繁榮 那為了要在這個地方 蓋起來 為了要發展這個地方 所以他必須要這個地方 做大新土墨 水道 市街 火車 這個地方都需要花很多時間 跟心理去處理 那這個龐大的計劃 叫做市區改正計劃 他是台灣第一個 第一個 出現的地方 不是台北 不是台南 不是高雄 是台中 因為台中這個地方 叫荒谷 所以才需要在這邊 趕快大情生成 這就是台中的後勁優勢 他比日本還要早 雖然東京比我們早一年 但是因為產權的問題 產權 真的很麻煩 你要蓋一個地方 中京這邊因為產權太複雜 導致只能先做一些水道 所以他後續就沒有做 你看京都大阪名古屋 這都是後續才有做的 OK 所以現代化的東亞這個地方 第一個現代化的設計住 旗盤的交通 帥氣的橋 水道 市街 這些東西 台中是第一個 在做這些事情的地方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 首先有幾個因素 總督府的權力 比帝國意外還要大 總督相當於台灣的皇帝 沒有立法機構監督他 軍事權也在他的手上 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總督權力很大 就跟柯P 對不對 所以 就是比較有才幹的 就給大刀破補的去做 這樣OK 有才幹就給大刀破補的去做 再來是台中盆地這邊 相當來說寬闊 沒有什麼舊有勢力 好 清朝留下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結局是什麼呢 這些東西全部都被 拆掉 日本人或何用之後 就把這些東西 一個一個拆掉 好 蒙的範圍其實非常的大 包含現在的台中工機 也應該就是現在搞成的範圍 一 也被拆掉 只留下那個看起來很 哀傷的那一洞 那 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我個人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提醒你們自己 當一個古機沒有進入人們的 日常生活當中的時候 面對拆除的時候 它將會是你們唯一 為首不拆萬春宮 為首不拆萬何宮 人們會去拜拜啊 你們把這邊拆了 很麻煩 就是大家會抗議什麼之類的 可是清朝的人走了之後 有誰會去在乎什麼 官廳啊 武營啊 烤棚啊 沒有人幫他支持 官方由下而上 蓋的東西 人民沒有感情 被拆就被拆了 到最後只留下一個北門 留下一個 一個古蹟 走進了日常生活當中 半活動半滅要會 什麼東西都好 要走進日常生活當中 讓他面對拆除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 社會是沒有能量去進行 好 我總共進入植入的部分 好 我的提問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選擇在台中 剛才提到 是一個十二分之一的機率 首先 我們回覆一下這場年 像我們所過的這段旅程 河流 內山 平土般 讓台中 盆地 是西部平原當中 最晚開發的地方 但反而興奮降機 他成為流民船 這位孤獨的先知 他大展深水的一台 最後選擇在台中 蓋神會 但是受限於清朝 很糟糕的行政能力 孤獨的先知 沒有辦法完成這個任務 日本人實現了流民船的運動 鐵路貫通南北 都限中會 大展深水的運動 完全就是流民船在想的事情 不是嗎 就覺得流民船很厲害 可惜他很心頭很高 流民船的幾個重點 日本人的幾個重點 鐵道 關城 世間 學道 其中大部分 我們現在也都能聽得到 這是日本的 留給台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遺產 我們來看其他的五個都市 我覺得這就很明顯 台北的舊民 從甲大道城 這些地名 每一個都各個有名 不是嗎 他們是在清朝時期 就不見發價講義 只有台中 東大蹲街 沒有誰聽過 很少人聽過啊 對不對 這個地方之前是默默無聞 它是一個後勁遊手 是被流民船跟日本人聯手 由上而下打造起來的一個城鎮 想要那麼多 那麼跟我們的日常生活 你不能走 你不想你都走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你們還感受到的是 除了這些古蹟之外 這樣子的一個人為造證 對於我們 不是生活在中區 不會走路 不會看到這些古蹟的人 說你還有什麼痕跡呢 我個人認為 台中的這幾個特色 是跟人造都市這個特色是有關係的 首先台中 說缺乏歷史感 無風無魚 煙無根 它變化太快 沒有什麼歷史的感覺 為什麼會沒有歷史感 我覺得很沒那原因 是因為 日本人雖然對台中落下 很多很重要的遺產 可是你也知道 國民政府 剛來的時候 不剩幾萬里的人 他的史料 大部分都會埋沒在黃金萬場當中 大部分人不知道這段故事 雖然儘管日本做了很多事情 但大部分人不知道 所以這樣的話 就會讓清朝之前的事情 清朝跟清朝之前的事情 在台中 收入率真的還小 那麼多 所以大家不會聽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所以造成台中相對來說 比較缺乏歷史 再來 不斷地向外擴張 就是流民船當初設想的事情 寬闊的平原 那如果這個地方地價貴了 你怎麼辦 往外擴張 所以台中在玩的東西是窮化 台北在玩什麼 就玩都庚 因為他們的腹地不夠 所以他們要蓋新的華麗的建築的時候 必須要把舊有的都市 去做很複雜的產權那個問題 那台中相對來講 比較方便 台中玩窮化 住在這個地方 本來就沒有什麼 不是那麼有錢 有勢力的地方 所以你要徵收這個土地 比較容易 不斷地往外擴張 缺乏中心點的 不斷往外擴張 好窄 七起 因為 必價便宜 沒有什麼 你有在這個地方嗎 你有棺材店嗎 有橄欖獎嗎 有廟宇嗎 沒有啊 傳統世界才有這種東西 七起 對不起 不會 那種人工造證的成都市 就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蓋很多華麗的台中喜觀 再來 台中有很多華麗 我們的主題餐廳超級澎湃 雖然餐點可能 我覺得 但是 那個建築物絕對把台北人給嚇死 就是 很華麗 你們自己去看台中 你們知道我的講師 有很多人 很厲害好不好 我覺得很氣派 湯婆 因為 富地廣大 我們有成本 也設計師 足夠大的 建築師 足夠大的空間 去玩這種東西 那台北 你蓋這種東西 地下就嚇死你了 沒有那麼多空間去玩這種東西 台中 我們有另外很多地方 商業週刊 提到了 超過這些地方 全部都來自於台中 他講的其實就是 就是工藝路 台中這個地方缺乏歷史感 所以他擅長於各種文化的各種評階 好 意大利麵餐廳 我就蓋一個漂亮的意大利風情的那種餐廳 華麗的造景 那你要蓋那種什麼赤鬼牛排對不對 我就做一隻真的牛 我就做一隻牛的銅像在我的前面 他那麼喜歡玩這種把戲 那我們上場把各種各式各樣的東西做結合 珍珠奶茶就是這樣的例子 是嗎 我們上場做各式各樣的文化上的拼接動作 那消費者比較沒有個性 不過像台南就是 我就是喜歡吃小吃 我要吃稍微偏甜一點 我喜歡那個麵就是要怎麼做 他那麼比較不講究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對於外來的各式各樣的東西的接受程度比較高 其實這就是一種大都會的行為 資本主義家的城市在快速的流通之下 台中就是最簡單的 他相對來說沒有自己的特色 比較缺乏臉孔 可是好吃好玩的東西 少不了啦 HTV啊 然後什麼主題餐廳啊 文青咖啡店啊 這種東西台中不會少了啦 電影院啊 所以台中這個地方發展起來 很大小的地方是苗栗啊 彰化啊 雲嶺啊 他會跑來台中這個地方消費 台中是一個因為交通所發展起來的一個中部的大城 但是他相對來很缺乏臉孔 但是我們絕對我們停在這裡 你講這句話很多人都會講啊 誰啊 呃 劉 劉克鄉先生就這樣講啊 西偉台中的作者劉樹木先生這樣講 大家都會這樣講 你只會這樣講 我們就有人只會停在這裡 我們就只會說 沒有黏空沒有特色 好可怕整把東西 還弄得跟這樣子 台中留下來很多很豐富一場 我剛才介紹那一串的日本人 你們都知道 還包含清朝留下來比較小小的炮風 還有那個東西 台中是有優先在中區這個地方 舊城區是有很多厲害的建築物 我的秦鵬老師 格魯特先生 阿發奇的 歡迎大家參加禮拜天好班的活動 介紹舊城區 跟 好棒嘛 好不容易 有空下次再來 有空再告訴大家 介紹好班的資源 進入中區的活動 對建國市場有興趣的人 OK 幫你打個網告 有很多人在中區這個地方做事情 林佳龍先生他大概也有採納這意見 但怎麼做 會不會變得太商業主義了 不知道 那希望大家多關注 好 鐵道 綠川 市府七零那邊已經有些想法 也要開始我這個方向做 希望 葛魯克先生他的想法就是 把鐵道 因為舊的鐵道要 簡單來講台鐵要高價化 所以舊的鐵道 台鐵等於要說拆 葛魯克先生說我要留下來 葛魯克先生說我要留下來 葛魯克先生留下來說 他可能在上面散步 在上面散步 我們就會去看台中這邊 很多很厲害的古蹟 我們剛才介紹過 都在這附近 葛魯克先生的想法都要是這樣子 那市府大致想從這樣的下方 那未來會怎樣 不知道 希望大家可以追上去 如果有下方大家就知道 台中的事情是十分到 最後打一個自己的廣告 我要辦一個文實工具讀書 今天是我在讀的書 然後呢 因為我是很業餘啦 我半年我才做這個 研究這堂系列做半年而已 那如果還需要很多前輩們的指教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趕快一起來分享一下 各式各樣的工具 討論這些東西 所以我也在那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許悅如的嗎 先問詞看看 關於選到的部分 日本時代的選到 尤其也是自然的系統 並不一定能成功 由下方進行 OK好 那我們回看小問題就是 我的講話 就是我們 我用的詞話沒有那麼精確啦 我穿的 OK就這樣吧 然後文主詞話就是 綠川的話 包含現在有 有聲音應該是 包含現在的 綠川是有川跟梅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現在的 綠川跟柳川 它是一個 很算不錯 可是梅川它是被添付的 它是一個植物袋 當實際上我們做法的話 它就是 為了讓你的都市 不要去過度的做招 所以它會做一點 看你就是 由河川或是植物土地的外環道 這樣可以 然後水道的話 培中水道就是現在的 那個 水連地的那個部分 對 這樣 謝謝 謝謝 大家今天 會不會這樣 很好 跳 B你現在有問題嗎 B你現在有問題嗎 那個我要講一下就是 跟那個月如剛剛講的 不太一樣的內容 就是 那個我想要告訴大家就是 台中這個地名的起源 今天我們講那個 台中的誕生 可是 可是月如剛剛好像沒有提到說 這個地名是 我這邊有 你只印了幾張圖 大家將就看一下 這個是 清朝最後還沒有 台灣還沒有建省之前 最後一個版本的行政區畫 那個時候是有 清朝的那個地方的行政區畫 它有分成 省之下有補 那補在下面才是線 那 這張圖上面是 當時是 還沒有建省前的最後一個版本 那時候有 台灣有兩個補 一個是 現在叫台南 但是那時候叫台灣 那時候還叫台灣 那時候叫台灣補 跟 謝謝 台灣補跟台北補 台灣補在這個地方 那台北補就是在這邊 那 這幾個色塊就是 當時的線 還有跟線 算是平行的廳 這個是台灣線 這個是鳳山線 這是恆春線 這個是嘉義線 這是彰化線 這是新竹線 這是台北線 這是吉隆廳 這是格馬蘭廳 這是北南廳 這個是浦宜社廳 那 其實 台中這個城市的誕生 確實 一開始 是要從 流明船 建省 他擔任巡撫 然後 選擇 決定在這個地方建立省城 開始講起 因為 當 北京的清朝中央政府 決定說 要建省之後 那是流明船提出說 本來有兩個府 他還要再加一個府 他在中台灣 要再加一個府 那時候 因為他又希望把省城 設在中台灣 所以說 三個府的那個名稱 開始調整 這邊開始變成 台南府 那 原本的台灣線 那時候改叫安平線 就是 藍綠色這個區塊 就是台灣府 然後 中台灣變成是台灣府 原本的彰化線是包括 上一張的話 是包括 對不起 彰化線的範圍這麼大 那在這邊的話 因為他把 他把這塊 綠色這一塊切出來 是新色的台灣線 然後包括台灣省府 是在這邊 所以 黃綠色這一塊是 新的台灣府 建省 建省後新的台灣府 然後 建省以後的台北府 就剩下 北台灣這些 黃色系的區塊 那 台中這個地名 到底怎麼來的 對不起 我這邊插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條叫做台灣大道 就是 以前是 中正路 跟中港路 到 中七路 那為什麼叫台灣大道 有些人都 都很質疑這一點 就是說為什麼不叫台中大道 事實上 因為 劉民船的關係 所以當時 建這個 城的時候 它是三合一的 就是 它是省城 也是府城 也是縣城 它是當時的 台灣省的省城 也是台灣府的府城 台灣縣的縣城 這個 這個地位是 空前絕後 就是 因為後來 就有省城 移到台北府去了 然後接下來我講說 對不起 接下來我解釋 這部分 月如剛剛講的有點 跟我查到的資料有點不一樣 就是 後來為什麼日本還是決定 在這個地方 建立 現在的 台中市的 基礎 當日本人接收台灣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 直接按照 大致按照原本 清朝留下來的三個府 好 台北府的範圍 大致就是它的台北縣 那 台灣府的地方 它就直接改成台灣縣 台南府的地方 它改成台南縣 然後另外當時 有多一個 黃湖屋廳 這是 在 1895年 日本人接收台灣 這一個 這個三縣一廳 只有適用到 當年的 八月份而已 他是 五月份 發佈這個行政命令 然後只有適用到 八月份 八月份之後 就開始有 剛剛提到的所謂 民政支部 民政支部的原因是 總督坐鎮在台北 他發覺說 中南部好像不太容易停定 所以 所以他 權宜的調整了一下 當時政府的體制 所以民政支部的意思就是說 中南部 暫時改為 軍政府狀態 那 在軍政府狀態之下 還是推行一般的 行政業務的單位 就叫民政支部 所以他的行政區 會改成 台北縣 台北縣還是一樣 但是台灣縣跟台灣縣 就臨時的改成 台灣民政支部 跟台南民政支部 那 台灣民政支部當時是 因為 因為 其實 1890年建立的這座 我剛剛講的 所謂三合一的省城補城縣城 其實它是虛的 它是虛的 因為 尋普從來沒有在這裡辦公過 然後台灣縣的縣崖 雖然那個建築物有建起來 可是縣城也沒有在這地方辦公過 尋普當時是都一直借用台北府 那 台灣縣的縣 那個縣城 它其實是借用彰化縣的縣城辦公 所以 那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 剛剛月如講的那個 台灣民政支部 那是因為日本他接收台灣的時候 這邊是台灣民政支部 改為台灣民政支部 那他的軍隊南下 已經把這邊都基本上明定了 所以台灣民政支部的官署 一開始是設在彰化縣城內 就是沿用原本清朝的做法 那他因為他把民政支部的官署 設在彰化縣城內 當時又遇到了一次 就是想要叛變的台灣民眾 從八卦山上崩下來 對 然後彰化縣城也一度被占領 所以 總督府才覺得說 這樣子很不行 所以才又在 當年的12月份 就是剛剛講的 就民政支部改到 回到原本的台灣府城 就是現在這個地方 找一個討論 就在那邊掛 然後 這個 台北縣跟 台灣民政支部跟台南民政支部 後來到 隔年就是1896年的6月 因為 終於確定大致都平定了 所以又恢復原本縣的 那個設計 那 這時候因為總督府感到說 多一個台灣縣好像怪怪的 就是 因為 對日本來說 整個 整個叫做台灣嘛 那中間有一個縣 是用 台灣全島做名字 他們覺得怪怪的 所以這時候就把 中間這個台灣縣改叫做台中縣 因為 北邊有台北縣 南邊有台南縣 所以 順理成章的就取了 台中這個名字 所以 台中這個名字 只有剛剛是這樣子 然後我要講一個就是說 這個是 當時台灣府城的一個 在1895年日本所匯測的 台灣堡圖上大致的 那個圖 這個是 剛剛有秀一張嘛 就是說 套揮在現在的街道圖上面 這個是當時城牆的範圍 那其實 東大墩或者說大墩街 它的位置是在城外 它是在城外 那剛剛講的 其實那個 橋頭 或者有人講說 小指頭 鳥仔頭 台語叫鳥仔頭 鳥仔頭它其實 又有分成三個 它是有 丁鳥仔頭 中鳥仔頭 上中下 它其實有上中下 其實這些居落都是在 在城外 那我講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我 我比較覺得說 我不會把台中的舊地名 把大墩當作是台中的舊地名 我覺得台中就是一個 新的地名 它當初這個 這個省城也好 霍埔城也好 它就是選在 它就是特意選在這兩個居落中間 最框框的地方改 然後 其他有些想不完 那個 我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保頂通 那個照片拍的 那個不是郵便局 那個是台灣銀行台中自貼 保頂通就是現在的四股路 然後 我再補充最後一個就好了 這個都先 這個 這個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因為網路上查的話 很多人會 剛剛有一個朋友講到那個水道的問題 好 其實大家如果簡單看維基百科的話 巴爾頓祭司它是被稱為 台灣自來水支部 當時的水道是 包含了上水道跟下水道 上水道是供水 然後下水道才是台水 那巴爾頓他來台灣其實是 整套一起設計的 好 然後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說 台中這個45度角的街道 是巴爾頓的提議 因為他做的是 上下水道的衛生工程 所以他考慮到說 剛講到的日照的部分 可是我 查了那個比較精確的資料 這個是 因為巴爾頓後來 不幸在1896年他就過世了 而且他是回到日本之後才 才生病不致死亡 那 他在 台灣的這一段期間 真正有 有 做起來就只有基隆 那個地方的上下水道 那他那時候 巴爾頓跟他的徒弟 兵演一次 他有 他們有寫了一份 就是報告書 給總督府 裡面提到說 他們覺得 台中這個地方的 街道要怎麼規劃 其實他那裡面 那個街道還是南北垂直的 後來會改成45度角 據推測啦 應該是真的是因為 希望改善衛生 然後讓那個日照可以充足的關係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這個不是巴爾頓 他當主 當時提出的其實是 90度正交的這樣的街道 模式 啊 對不起 我再講一個就好了 哈哈 這裡講到的 因為 這個因為 我花蠻多時間 所以 我一定要跟大家 抱歉 這個 我想 這個 我一定要 講一下 剛剛那個月如講說 因為 這部分一開始 是我跟格魯克有討論過 就是說 1900年 1月6號 是 當時 台中廳 發佈 這是當時的那個 原始的圖 台中的第一份 故事計畫 當時叫做 市區改正 好 這是發佈的日期 是在1900年 1月6號 然後 台北的第一個 市區改正計畫 是發佈在 同一年的 六月份 所以台中是第一個 但是 我還是要強調說 如果 以這個標準看起來 台中應該確實是 亞洲第一 因為 我的了解是這樣 就是說 日本的 本土 它 它 這些 所謂市區改正的行政命令 它是這樣 它有分成中央跟地方 像 日本的本土 是中央先在1895年的時候 它就先發佈 要進行市區改正這件事情 那東京 它最後 真正發佈第一份的市區改正 大家可以網路上應該可以查得到 它其實是 連到 1905年 對 那台灣總督府 發佈整體的 就是台灣也要進行市區改正的行政命令 是在 1899年 對 但是 那個發佈之後 第一個 第一個 真正 發佈說 這個城市要 有具體的一個 圖 雖然最後 其實沒有到這個 這個 最後其實沒有到這個 但是 這個發佈是在 1900年的 1月6號 OK 好 謝謝 因為我真的來學沒有很久 所以有些比較細節的地方 會需要學的 好 那 再來還有大家有問題嗎 會不會把 提問還留給大家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要問的嗎 再你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要問大家我的問題 後半鐘就算了 請剛剛說 等一下 這邊有 我有兩點 沒有關係 我不大聲講 這個你剛剛講那個 卡媽咖 我們知道的 還是就 卡媽咖 就是現在的中油 對不對 那卡媽咖 確定的地方是在哪裡 因為我好像 不知道卡媽咖 是誰到底 然後那個 是在大陸嗎 對 對 但是那個 既然有 台中既然那個 三明路有卡頂 那一定有 一定有 砍下 你剛剛說那個 上下那個 你一直在附近 還有那個 我想 因為以前我上那個 侯明老師的課 他都很喜歡講說 那個 大家不要講什麼 貓霧樹 貓霧社 就講 馬不撒 這樣子就好 因為那個 貓以前的 就是馬 對不對 馬不撒 這樣就比較 親切一點 因為你每次都講那個 貓霧樹 貓霧社 很多講話就很混亂這樣 那既然說台中人 就把他講成 馬不撒 馬不撒 謝謝 馬不撒 其實這樣對 因為 詹史郎教授 前兩年在 靜大最和 探討這方面的講座 其實 這個很多東西 還要細點 部分 細分部分 還要再探討 好 那天 我真的也煞費苦心 我是查到一個簡單的 可能還有問題 我是查到一個秒 招他 對 所以我才把他標在那邊 所以我 還有那個 公車的帳牌 也是 他路下去 OK 他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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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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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因為剛剛那個 Skirib有提到 那個 拆 持續改正他進行 拆 但是我要 我要跟正他講的一個 冠春宮 當時是有因為 他有拆 他有一位子 對 有一位子 好 還有嗎 後面 他們傳一下 因為其實 對於那個 四十五度角 就是大部分都傳染 明臺其實有 聽到另外的說法是 如果你把自由路 當他的軸心來的話 其實自由路 他是沿著 原本的大北門 跟大西門那條線 對 所以有人提到說 是不是因為 日本是以那個 中軸線為基準 去發展 這一整個棋盤狀的圖 因為其實像 新竹 或是其他地方 世界改正也都是 一個軸心去做 棋盤狀的圍 好 幫你參加衛視站來了 我們說 我們會在這邊 我們不要再折磨大家 我們會讓 文視站在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歡迎來參加八月三號 文視站在讀書會 好 還有嗎 欸 有有有 嗨 我要問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我自己覺得齁 就是我從小 大家認識的第一個市長 叫張紫元 對 那到現在我一直覺得 我們台中沒有出過一個很好的市長 我真是覺得我們台中會那麼好 是我們台中我們自己拼起來的 那這樣就要問這位大哥 你的個人意見 你對我們的林市長你有 因為我 而且因為 就是要謝謝這位大哥 就是 我雖然住在中區 可是我從來不知道我們中區 叫小金中 我們今天終於知道了 謝謝 中區很難救 如果林市長可以把中區救起來 我覺得他2008可以連任 所以請 請你說一下 好簡單來講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個人的意見 我個人的意見 我希望 就是 你不要去想 市長 會不會現在對蔡英文 或者走 一些紅的紅的朋友會這樣想 我就說 你呀快點告訴我們一條明目吧 告訴我們未來的方向在哪裡吧 然後希望大家好像告訴我們一個前所未見 然後會讓大家想 哇真的好酷喔 對我那方向走 沒有這種事情的啊 政治的牧師他們在選擇是 他們前面已經有幾條路 已經有幾條民間力量 已經有鼓起一些勢力 告訴他們前那些方向之後 他們只是按照他們自己一些理念 還有他們一些判斷 去選擇其中一條 林市長今天會在台中推了兩個計畫 綠川 綠川的那個整修的計畫 要把綠川開蓋重新做整治 第二個要把那個 他們大致上接受的格務客提議 要做那個鐵道走線的這種事 是林市長憑空抽現他很愛台中救成的地方 其實也有維持八兩川嗎 不是啊 是當地已經有一些團體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林市長剛好他的政治能力 也還算親近這一塊 所以他選擇要這樣做 但老實說執行會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這邊地方的產權很負責 再來這個地方的 就是您有很多很細節的部分 能不能做好 老實說 同一兩天 譬如說救災好了 要救這件事情 請問朱立文會不想救人嗎 他說柯文文會不想救我們嗎 可是行政效率還是會有差 不是嗎 對啊 所以這個省的行政效率會是其中一個關鍵 那蝦龍他的理念算是接近 但是老實說他的行政效率能不能做好 會是一個需要去質疑的地方 但是我希望我個人的意見 我個人比較善良一點 我不喜歡用批評的態度去談論 就是去對這些政作人 因為他畢竟已經算 理念上已經算是親近的人了 所以我教大家用一種給意見的一種方式 讓他的方向可以比較走在 就不要那麼的商業化主機 多保留一點 那旁邊的空間盡量做的 不要那麼就是 不要那麼的大資本 資本主義下的性格 就盡量往這方向走 老實說這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所以歡迎大家 我如可答應大家去按 點數頁去搜尋 來 搜尋什麼 台中文殖復興組合 請大家潛出上搜尋台中文殖復興組合 有很多消息都會在上面發布 請大家多支持他 你今天很好看 在好看後面有沒有 我們大家都是因為我們老師 我們感謝達德勞 我們感謝格魯克先生 他的夢想 謝謝他 謝謝大家 好 太多問題了 大家去收穫 什麼 謝謝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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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演講 我覺得他有個最大的遺憾 就是老實說 就是我是在 因為在談是個都市設計的一個觀點 但完全沒有在講台中的市民是怎樣去理解這件、接受這件 台中其實還是有很多 就是有一些反抗 對上去不是那種怪怪經話的啦 是有些反抗的一些痕跡在的 那這些痕跡其實我完全沒有提到的部分 這次我跟大家說的話 所以想要做的話就...會比較好 那我們來問一個跟反抗比較有關的問題好了 那請問台灣第一所由台灣人創辦的中學校 是 好來 台中一中 對啊台中一中 好那請問台中一中的最主要創辦人的名字是 什麼 對啊 對啊 是不是林憲堂 就是林憲堂先生 不公民家人 但是活動範圍主要在台中市區 那文化協會 講一個有趣的小八卦 文化協會最支持的地方 就是去那種 啊!開讀書會了喔!去聽演講會喔! 最熱門最夯 然後半途報會 支持最熱烈的地方 正常話 不在海外 你去看那個演講會的那個紀錄 但是 每次開會的地點 因為要知道台中它的特性在哪裡 中、南、北交通往來的要道 所以連地方是 就那種反抗勢力開會 都會選擇在台中這地方開會 不是因為台中的民眾比較 那也是會支持 但是沒有召喚那麼熱情 因為畢竟召喚是傳統的漢人世界 所以比較會支持這個東西 那台中的天空比較少一點 但是 開會啊! 然後或是最後成立的中央數據啊 都選擇在朋友市區 好! 那還有一個什麼問題嗎? 答案 我上次 葉明先生 葉明先生 後面 我來講一下有關 他們拿幾個丟掉好了 好 反正就是 剛剛主持人有講說呢 暗里社 他是選對變戰 可是我更能理解 不是 他算是有一種就是 被利用 然後 雖然說沒有被騙到 不過他也是 被蜻蜓這樣醒這樣 就是一開始在 1966年的時候 通敲社事件的時候 原本 暗里社他們是不知情 他們也沒有打算要參與 然後 蜻蜓就跟那個通敲社的人打了很辛苦 然後就聽說 在 蜂原 他們那時候還在後裏 後裏有一個 暗里舊社 後來才搬到蜂原 現在就是 現在的蜂原教堂附近 現在的暗里社 然後他們就去 後裏那個暗里 對 就是 蜂原教堂在那裡啊 就是他們去後裏找了暗里舊社 然後給他們一些 珠寶 塔 然後請他們來幫 蜻蜓住在那樣子 然後 當然因為他們就是 原住民所以他們 然後打仗之後就 就是這樣 以翻之翻的效果 之後 通宵這個事件 就被暗里社的人 協助蜻蜓這樣提定了 然後蜻蜓就很關注 就是暗里社這一塊 然後直到 後來 張達金來到台中之後呢 張達金是廣東大府人 然後他來台中的時候呢 22歲 他剛好會一點 遺宿這樣子 然後 那個時候 我覺得張達金的運氣非常好 他來的時候剛好 暗里社呢 出了一些 就是 布設馬 好像又就是 痾病 痾病 那個就是 一些簡單的.. 比如說 拉圖子之類的 誰是 原住民的醫藥技術很低 他們不懂怎麼治療 然後張達金買到之後呢 他剛好會 read aut丁 他就隨便弄弄 然後 然後他就治好這些病 然後 阿里社人的人就覺得他很神 然後就是把他捧了很高 於是 我剛才還會提到說 當時的頭目潘阿末就把他的女人嫁給趙達金 後來趙達金又很新的又成為了阿里社的通事 什麼是通事呢 就是有點像現在的村里長的 不過位子很低 如果他的權力很高 像是漢人要開梗要脫過他 原住民要賣東西要脫過他 原住民的漢人要複装要脫過他 什麼都要脫過他 所以他可以從中收取非常大的利潤這樣子 於是他就財貨變得越多 然後後來他召集了一些比如說 西藤區的廖家廖草口還有一些從別的地方來的人 他們開了一個肯號叫做六管業戶 然後開肯從豐原一直到彰化的芬園 台中的豐原到彰化的北彰化芬園這些地方 根本他們的土地 雖然說後來呢 六管業戶除了張達金以外 沒有人就是有獲得很大的收入 就是後來底都賣掉 賣點別人這樣子 不過這在台中的開發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不知道為什麼是第一名的第二名的吧 不知道為什麼是第一名的第二名的吧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 也是就是 那時候張達金來了 他就帶著那些阿里色的人 因為他們 阿里色的人挺張達金 張達金挺清潮 所以阿里色的人就挺清潮 他們就跟著他去打那個 就是大杜色還有大杜色這些 還有在阿里色東方的 葡子色 然後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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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 到那時候呢 因為大杜色他已經 趕現在沒有什麼力量 所以這個也是他就被阿里色這樣子打敗 然後阿里色就會接受了大部分什麼 大杜色的土地 就是後來就是 阿 dá梁 就是用隔壁換水 賣區變成漢爾土地 對 我的解讀是 大雅西社抗清是一場 中埔地區原住民的勢力整個翻轉為重要事件 就是原本從大陸設佔領現在變成就是內山的暗影社整個就是控制公布這樣 然後在後來呢開戶吞吞吞的時候 隔離開戶是變之後再由從原住民變成漢人就是漢人主導的一個開發方向 好 第一名我們等一下再看大陸跳大陸 我們可以在文城讀書會想聊很多 好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呃 你看嗎 好 剛剛那個我們是35號 我們現在講那個林建黨先生 好 其實那個29號就是鄭順良文教基金會 他們就是30幾年來對台灣文化就是不遺於理的 好 那個他們家也是頂湊的林家嘛 那個那個我一上都還在那裡上班喔 你現在看他那個坐在那個椅子上那個我一上就是林 就是 怎麼講 以前當過鄉長啦 因為我們差不多這20幾年來喔 常常都在這個地方 他那個地方可以上課 他有什麼漢詩啦 然後一些課都在那邊 其實我們假如說好 社交好的話 我們今天晚上應該可以在他們的山口那邊開會才對 他的山口可以 可以有100多個人都可以坐的地方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快變成我們實在家人的私下交流會 實在家人有沒有會後再 會後再交流就好了 我們有很多時間 好 我們實在家人商場的話 用補充更認證資料的可以稍等一下嗎 我們有沒有大的問題 有沒有比較大的 針對比較大的問題 不要 不要再補充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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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看這邊原本的人到底 是人不多嗎 還是人幾乎都 住在城塞 這樣後來到底人一直在這裡 OK 好啦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終於回到主題了 可是咱們對不起 我們最後再交流 好 再強調一次 剛才要提到原住民這樣一系列 要把時間前往這麼休息 就是要講強調的問題就是說 這地方其實本來是有些原住民 那只是因為他們在外來政權的 撥削之下 他們的力量衰減 那又被漢人所欺騙 他們的土地最後消失了 所以他們到時候離開了這個地方 住在這個地方的人是漢人 只是這些漢人 他們就是 他們有一些聚集的一些聚物 楓元西南屯的那個 南屯 東大墾 北屯 這些都是一些漢人聚物 但是比較紛紛 也沒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官設 在流民傳建成之前是沒有很大的官設 在那個之前最大的官 中部最大的官是張曠 所以是有一些漢人聚物 但是沒有那麼麻煩 但是人數也還算是多 所以已經可以把原住民 就是騙光光 所以我才說 所以我一直口誤說 基布拉十年不聖誕 但這兩次錯了 沒有到基布拉十年不聖誕 但是真的沒有那麼麻煩 這樣可以嗎 有漢人 但是就是一些小聚物 沒有那麼煩惱 所以流民傳選定在這個地方 真的是 就 他長班就講 先知啊 孤孤的先知 OK 好 那 這問題齁 好 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欸我們不是趕下來交流沒關係 大家不要擔心很快 網路上面有一個直播的網友想要問說 他有提到 是真的說的題 而且我們先進來 就是他說 他有提到那個 台中是看台這個人為都市 不像台南一樣有 自己的堅持或是風格 那他想知道的事情是 台中的特色除了剛剛講的超會文化之外 衝突到底 都會有一個特別的特色可以提出來嗎 譬如說文化或是 任何的風俗 對 這是他的問題 有啊 沒那麼多啊 那之前的人不是人嗎 就算是東大多的人 他們也是人啊 他們做一些人家做文外出工啊 就是有一些痕跡會留下來 我們當然也有一些特色啊 這些特色只要被包裝得好 我剛才不是提到四大重點嗎 觀設、鐵道、灣廳、市街、還有水道 我們也會說河川 那這些東西 會留下來這麼的整齊 這麼密集的分佈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是因為日本人選 就是選台中為市街市 東亞設計之都的結果啊 日本人選擇在這個地方做都市規劃的結果啊 那你去看這個街道有辦法做到這麼的整齊 當然就是佐治市中區這個地方 大家方格這麼的整齊 那當然就是日本留下來的結果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算是台中的一個 跟其他城市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只是這個東西在之前的歷史 比較少可以提到 就是這樣子 那希望他被包裝得更好 OK 好 Anyway 這樣 別說 好 我也是再三分為大家交流 好 這邊還有他剛剛的問題是 什麼 我可以講一下 你幹嘛 是 在台灣島上的歷史上呢 有四次很重要的平褲族 平褲族大型的活動 阿西龍第一次跟第二次就是發生在台灣的中部地區 第一次是 就是 苗栗還有一些北藏化的一些 比如說 暗里齒族社還有崩山八舟那些人 全部都跑來公園 就是有可能 因為他沒有 因為我少過到那個世界裡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阿里社這個興起 還有第二次是 呃 中部的原住民 呃 因為平褲族呢 他們跑到埔里 跑到埔里 還有跑去那個伊蘭 像你看 在潭子的那個地方 就不是 也有什麼叫做阿 阿 阿 對阿里斯社 可是在伊蘭那邊有一模一樣的地名 就是 這是他們那個 就是 就是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清過去的那個 就是一個阿里斯社名這樣子 還有 呃 我忘記了就是在 大陸山上那個 那個水里暗設 然後跟 南陀那個水里的地名 就是也可能是那個 同一個社清過去一樣 就是 就是第一次是大家來風圓 然後第二次大家 屁屁屁屋族門 從台北上離開這樣子 就是 台灣是 呃 台灣導致這樣四次的先禮切 這樣是 跟台東還有關係 好就這樣 結束 好 謝謝大家來聽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 今天之後對台東更多了解 但是非常貼心大家 謝謝 請 請 請告一下 就是 在8月1號的時候 呃 我們在 呃 有一場演講在想像 然後是從高雄 從港到台東就 我選擇去的 那另外一個是 8月7號的話 的折武是 關於 綠通點道 是台中城市其中 百年產業發展的軌跡 如何到公平參 就是過去是由上而下的形式 我們如何改變成由下而下的植物 而是透過我們大家 對 大家稍等一下喔 我這邊也是要宣傳一下下週的植物喔 因為我們每次結束前都會做一個預告喔 對那 呃 呃 下個禮拜的折武同一個時間7點半 在好辦的地方呢 要講的主題是參與式預算 那會談的是 呃 國外的一些參與式預算的介紹 然後再談說我們台中 是不是也有可能 由市府這邊做一個參與式的規劃 在中區這個地方 那換一下週可能一個時間 來到好辦的最近7五這個場地喔 然後呃 要離開之前 我們這邊前面有 衣柱箱 然後也有一本是怨育人生的意賣 一本250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這邊看一下 或者是說身上有些小鈴錢 可以投入我們的衣柱箱 然後會後這兩位應該都會留著這樣子 那謝謝 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